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朋友各位 我是瘋破 我們今天玩的就是framebow 弗蘭的悲慘之旅 好 然後就... 欸? 音樂呢? 好了好了好了 現在...現在就有音樂了 好啦 我們現在想想看這邊到底該怎麼解 兔子 拖鞋 漫畫 灑耶 然後...風就把... 那些... 就把那些灰塵給全部... 呃...全部給揮走了 你誰啊? 呃...你好 你為什麼會在我的床上呢? 你生病了嗎? What the heck? 你的床? 這是我的床啊?天哪 我...我才沒有生病了 但... 你被鎖住了 你是...狗...狗嗎? 欸?等等 我知道...我...我認識你嗎? 我不是...狗 而且... 而且...我的確是被... 那個...鎖鏈給捆綁住了 你可以把它打開嗎? 哇...你...你就是我 你長的跟我就是幾乎是... 完全一樣的 你...你認我是這樣子嗎? 那麼...那...那...那代表說我可能又... 來到了... 超時空裡面吧 你已經...你已經遇到... 埃子瓦了嗎? 他一直在...他一直在...他一直在講... 他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是啊...我已經見過他了 但是我... 在...那個... 最...在那個... 飛機...那個... 飛船墜毀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看到他 你們墜毀了 那代表... 那代表你已經... 你已經... 已經... 已經毀壞了 什麼東西啊? 你到底這是什麼意思啊? 想想看... 唯一進入... 超時空的方法就是... 眼睛要... 要...要...要摧毀眼睛 要摧毀耳朵 要摧毀掉所有生理上的限制 啊...夭壽喔 天啊!太恐怖了! 你的意思是說我...我掛掉了嗎? 不...不...不... 這不是...不...不是這樣子的 他們告訴我說死亡只是一種... 就...就只是一種... 一種...一種...講法而已 就...並不是完全就是死亡 你死亡可能就是一種 在另外一個地方重生的那個機制之類的吧 進入某一種事件的...方式 他們... 他們是誰啊? 所有的生物...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他們就是黑黑的 等下有白... 欸?有...有黑色的有白色的 欸? 你就說我可以看...我們可以看到的那些東西嗎? 欸?對啊對啊 Leon... 呃...一個叫Leon的...男...男人 曾經告訴...曾經過來這裡並且告訴我所有事情 而且為什麼你穿...我一直很想吐槽 這穿的是怎樣啊? 但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我會...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呢? 我們先...我們先把你身上的這些東西給去掉吧 這樣子我們再繼續聊 好啊好啊 Brain in for death 怪罪那個...把... 最怪的貓咪上面 誰是午夜先生啊? 蛤? 那是我們的貓咪啊你知道的 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沒有貓啊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之間的區別吧 好啦那我先...弄 好啦那我先...弄 蛤?這是誰啊? 太多鑰匙了吧 太多鑰匙了吧 畫圖的...娃娃娃 啊...朋友 衣服... 衣服... 看有沒有別的 哪個鑰匙呢?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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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開了! 欸! 只...只有一個喔? 只...只需要一個喔? 只...只需要一個喔? 哇! 非常感謝你... 佛拉...就是...根本就是自己嘛 然後我飛機飛過去了 天啊...超吵 這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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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會有... 你...你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鑰匙在這邊啊? 在這我忘記之前... PALONTRESS告訴我... 只要... 只要我們... 遇見的話 那我應該要給你這個 呃...我想這可以幫助你打開東西 What? 太大聲了啊! 好吧...謝謝你 他告訴我... 如果我們遇到的話... 那你也許就要... 準備一些... 你... 你也許就要做好... 有什麼會來的心理準備了 哇!這麼誇張喔! 小聲點 欸? 看醫生 欸? 沒...沒看到他嗎? What? 要找到午夜先生才醒 The detailed golden box was having a hard time 那個... 就是那個盒子吧 All the screaming and the boogers were driving me mad 所有的那些尖叫聲還有一些言語 使我變得瘋狂 暫時逐漸瘋狂 我把... 我把東西放在了我的耳朵旁邊 First twice to the left 一開始要先往左邊 之後再往右邊一次 往左邊兩次之後再往右邊一次 I rub its eye only...only eye to tune time to see if it has tear this time 這還要拉拉看眼睛 我把他... 放在... 左耳 再一次放在左耳 並且... 尖叫 Stop winning your little golden box Please press your eyes again and open the door 這個 來一次 little golden box 不是這樣子啦 What? 這是解謎嗎? 好可惜啊 無可惜 可以開啟什麼東西? 天啊 這個東西是他一次下完成啊 我以為他真的會出眼淚 一次 兩次 這要再來做一次 打開了 還真的欸 啥? 貓咪鑰匙 哇 Mabuka Mabuka Wake up mother Mabuka The home child is playing with the light 醒來吧 醒來吧母親 玩那個小孩正在玩正在玩弄光 Mabuka 奇妙的那個名字欸 先來吧 先來吧 先把 哇 上 哇 是以神奇的力量 哈哈 門就開了 哇靠 哇靠 有鑰匙 有鑰匙 你可以打開什麼呢 有點像愛麗絲夢魂仙記的FU欸 這邊的感覺就真的像 應該說他在某種程度上有 就是很接近於那個了 那不對 開了 呃 先把所有可以開的東西先開起來好了 這裡不對 開了 呃 先把所有可以開的東西先開起來好了 先從104開始好了 哇這裡也太 燈有開跟燈沒開 有有有開跟沒開的差別 這什麼眼球嗎 入侵者 你為什麼要 那個不介紹你自己 然後就進來呢 我是 Oku Ohu啦 是 是 是 一個眼球 那個 見識見識我的美麗吧 喔我很抱歉 多麼巨大的眼睛啊 你一定非 你一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我可以看到所有的東西 沒有一個可以逃過我的法眼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貓嗎 你的貓 Let's pass away 你為什麼 你怎麼可能會擁有一隻貓呢 難道你是皇室成員 你是 你是 皇后 或者是公主 我們是朋友 哇 多麼可愛的關係啊 但好的 我今天的確有看到一隻貓 早 早些時候有看到 他正在 牢籠裡面 並且哭喊著喊救命 有 有 放進了 Mabukas的 地底下 什麼東西啊 他還在下面 還在下面 那個 那個籠子裡面 那你可以形容一下 那隻貓是長怎麼樣的嗎 欸 還蠻聰明的 有著黃黃的眼睛 粉色的鼻子 還有非常非常 烏黑亮麗的毛 嗯哼 那要試了 但是Mabukas已經睡著了 如果 欸 Dingress 可能會有危險是不是 叫醒他會有危險 我才不怕他呢 而且他其實是一個人樣耶 好了 那就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換你在我 我房間裡來 好 你非常勇敢 並且我很尊敬 這一種勇敢 非常謝謝 好 梳子 brush here 欸 可以走進去啊 欸 欸 我怎麼拿叉頭 也許我之後會 欸 我不會把叉頭塞進去他那邊嗎 希望不會 有瓶子了 有瓶子了代表說我已經有 對 獲得了 肥皂 能夠作用的燈泡 然後鬧鐘 喔 我的那個學校的書包 就是拿來做這個 手提箱就拿來做這個 是不是有電線 需要有一瓶有水的 需要有水的瓶子 這邊感覺很奇妙 喔 喔 喔 我需要 我需要一個燈泡 所以要拿一個 獲得了燈泡 你看 他就拿到了 所以我要進到每一個房間 去拿東西 欸 欸 哇 要開門 這該不會是埃子瓦吧 埃子瓦還是埃子瓦 呃呵 如果沒有經過他同意的話 是無法打開這個的 好 我可以問 我可以詢問你說你到底是誰呢 我是佛蘭 很高興認識你 歡迎來到 麻布卡的 DEM DEM是什麼東西 到底誰是麻布卡 你不知道他是誰嗎 你不知道的話 趕快離開吧 盡早離開吧 盡早離開吧 我還沒有 我 我從來沒有來過這邊啊 我家這邊 呵呵呵呵 喔好吧 他有獎了 麻布卡是 是那個 那個 黑暗 黑暗之母 是最純粹的黑暗 是光的鏡頭 他 是第五次元裡面所有生物的母親 What the heck 該不會最後你發現是自己吧 這樣子的話很不妙啊 所以我在第五次元呢 Rainmar was the king here 所以他 那個羊頭怪其實是 黑暗的那個嗎 黑暗的兒子喔 天啊 沒有人喜歡他 你應該要走了 我已經講夠多了 好的 恩 Key inside the little house Key inside the little house 恩 嗯 再效果 先不要打 我的心臟的聲音有沒有嚇到你 好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只想要那個肥皂而已 哭 我一些嚴重的問題要解決 哇 獲得肥皂了 這邊也有怪物要吃我 怕怕 是一幅畫而已 檢查一下 bottle with water 沒有 有沒有挨著我啊 而且現在這邊我反而卡住捏 變成我現在我們小屋子裡面有鑰匙 我是拆這一把啦 欸 欸 怎麼突然拿到東西 蛤 這另外應該是還是都有點什麼東西 沒有啊 總覺得之後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需要手套啊什麼東西欸 我覺得這個東西留到之後 留到下一集好了 今天就是這個樣子了 因為 老實講他後面的東西應該 其實要找的東西應該沒有太多啦 不過會變得比較難找 因為我已經把能找的東西都找到了 在小屋子裡面有鑰匙 所以代表說 哪地方的小屋子 像這一種的 就應該會有 或者是就是這一個 啊我不確定 目前已經找到了非常多的東西了 那就留到之後再繼續吧 那今天就是這樣子 給大家收看 那我們就 下一次再見囉 see you